长厨 今天我们做摩浴烧鸭 将蒜去皮切片 生姜切片 小葱切成段 干辣椒切段 将鸭肉清洗干净 切成小块 然后将摩浴清洗干净 切成小方块 将切好的摩浴 放入沸水中煮三分钟左右 捞起放在碗中 再在热锅中放入鸭肉 焯水三分钟 焯好水后将鸭肉捞出 用清水洗去油脂放入碗中 在热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放入姜片 蒜片 葱 花椒 桂皮 八角 干辣椒 爆香 然后放入鸭肉 翻炒两分钟左右 直至鸭皮微微收紧 加入料酒去除腥味 再放入生抽提鲜 翻炒均匀后 在锅中加入约400毫升的清水 调成汤汁 盖上锅盖 小火慢炖十分钟 吸收汤汤汁 再放入魔芋 焖煮六分钟左右 最后加入盐调味 倒入水淀粉勾芡 撒入葱叶 翻炒均匀之后 出锅装盘就完成了 魔芋烧鸭 你学会了吗 看视频 学做菜 就选 长厨 让你来找我 那我们来找我 我来找我 谢谢 好